今天看到七哥那个发布的这个盖特以后呢 说实话我倒不是特别的感到惊讶 因为跟随七哥发料革命这些年来看到 七哥所经历的这一切 就是说实话是比较心疼 特别心疼七哥 今天我就做了三件事情 第一呢我就在德农联系了 那个关于我们I10项目入金的事 我安排好了 第二呢我就去保治社会 又捐了一笔款 第三呢就是 我联系了这个老乙咨询 联系了阿比 我说我要录联直播参与这个等待卡丘回来 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